今天是平安夜 圣诞节遇到 可是最近我发现在网上有一种声音 就是抵制圣诞节 好像这种声音由来已久 应该每一次快要到圣诞节的时候 或者各种阳节的时候 就有人站出来说要抵制圣诞节 中国人去年过中国传统的节日 甚至前段时间一回新闻 就是有个家长去了他孩子上课的一个培训机构 他吵他闹 就说他们那机构怎么是带领学生 组织学生 做一些圣诞节的活动 这个家长就不干了 说你们不应该让孩子过这种阳节 中国人就应该过中国自己的节日 更甚至我看到还有人说 像圣诞节啊什么各种阳节 万圣节啊感恩节 说这些节日都是西方文化入侵 我觉得这个我看到之后我真的是笑了 我觉得首先过什么节日 过也不过 这是每个人的权利 想过就过 谁也管不着 不违法 这是前提啊 其次 说到文化入侵 如果一个节日就能完成了文化入侵 那你 你的文化是有多脆弱 或者你是有多不自信 虽然我也不过这些阳节 但是我觉得这些阳节存在就合理 不妨碍人家有喜欢过的 真的是扯到什么文化入侵 扯到什么文化自信上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大了 其实啊包容才是最大的自信 本来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融合的地球村的一个概念 如果说到文化入侵 那你说美国大片是不是 美国的流行音乐 只有不自信 才会产生这种幻想 这也是一种被迫害妄想症 我觉得 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被迫害妄想症 各种阳节啊 过一过真的无可厚非 年轻人喜欢过那就是过 有这么一个开心的借口 未成不可 还是那句话 包容才是最大的自信 你同意吗 你觉得中国人该不开过圣诞节 欢迎